其實做事絕對要嚴謹 不能夠有樣學樣 有些準備功夫的確要做足 人工這麼貴硬, 有什麼方法去吸金? 投資股票定基金 還是保守定期賺少許銀? 投資方法五花八門 近年外國興起虛擬貨幣 大家知道多少呢? 它不是一個真實貨幣 你只可以上網平台去換東西 去買東西, 你不能拿出去 一般的年輕人 我想他們的心態 可能他們較多時間和心機 去看著這件事 投資的會比較小心 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 虛擬貨幣顧名思義 是沒有實體的一種虛擬商品 跟一般政府發行的貨幣不同 虛擬貨幣並非由中央銀行發行 而是由個人創建 不過並不是每種虛擬貨幣 都可以獲得市場的認可 而作交易用途 它的流通性往往受制於 所在的環境影響 第一個方面就是全球的大環境 全球的FinTech金融科技 發展可謂一日千里 由以前生活 單一二是現金支付 這個很實體, 但不透明 到我們現在出街不用帶現金了 再到近年的區塊鏈 另一個層面是關於本地的狀況 香港本地一直都推動數字經濟 還有科技金融的發展 透過一些本地的創科行業 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例如本地的數碼港 裡面有不少有潛力的項目 有些科創公司突圍而出 都成為獨角獸 區塊鏈就是虛擬貨幣用來加密的技術 不過市面上有這麼多種虛擬貨幣 究竟怎樣選擇才適合呢 投資區塊鏈有幾個風險 第一, 市場風險 因為區塊鏈或許多虛擬貨幣 波幅很大, 上落也很大 如果在不適合的時候 可能會面臨一個很大的跌幅 市民應該怎樣選擇呢 首先他們看每個項目 在技術上有沒有什麼突破 可否解決現在的痛點或問題 另外就是看看創辦人的背景 它的初心 如果我們看到很多科技背景 它有這方面的發展的話 我們還是會投資的 第三, 看看是不是一個 大圍的環境都適合的 因為最近可能整體的市場 不是太好, 或者要保守一點點 提提大家投資有風險 所以投資相關項目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清楚, 做足功課 就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損失